HELLO 大家好我是Hidy 今天想拍一條Get Ready With Me的影片 本身是很簡單的 有些新的化妝品想試給大家看看妝效 但現在有個特殊情況發生了 就是過去三天我嚴重鼻敏感 現在這個部分是完全損光 乾了 脫皮 而且有些世紀大毒瘡飆了出來 是很恐怖的 我沒試過在這麼差的情況下拍片 不過我覺得來一個特別版本 如果在這麼差的皮膚底下 我應該怎樣去護理 上妝 平時不一定每天都是皮膚漂亮的 化妝沒什麼好看 有些差的情況大家都會發生的 人之常情的 所以我決定退出去了 如果大家想知道究竟我現在的皮膚有多差 然後怎樣去由皮膚開始 然後怎樣上妝的話 我們現在就由鬍眼開始 這次大家真的要有心理準備 我沒試過在這麼差的情況下拍片的 連鏡也不想照 我自己 我拿開了 沒錯 大家第一眼應該會看到的 我長了超級無敵巨型的暗瘡 然後這裡是紅色的 兼斜它們是硬滑滑的 因為我流了幾天鼻水之後 現在脫皮的狀態 是很少可有這麼多的問題 在臉上 啊 為什麼我要決定拍片呢 反正都這麼真實 不差再近一點給大家看看 其實不止這一顆的 大家看不見到隱藏了一顆在這裡 就是我吃大閘蟹的後果 然後應該看到了 脫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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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整個嘴巴都是在裂著的 是會笑得太大流血那種 整件事最幸運的應該是我飄了沒有 現在看上去都尚算完整 要不然素顏是可以更加恐怖 話說回來 我終於儲夠勇氣 下星期預訂了紋眼線 如果大家想看的話 就留言告訴我 好像上次拍片紀錄 不要管了 現在就塗一些東西 我今天會用的是 Irrita的保濕機能化妝水 因為脫皮的地方很痛 所以今天就不用去角質化妝水了 這一款化妝棉是Albion的 它的棉是很親膚 很舒服 很滑 但是我不喜歡它 很容易會有那些棉水撕出來 一邊抹的時候 我很想打蝦癡 我真的要打了 我回來了 今天應該有很多這種情境 因為我真的鼻敏感進行中 剛剛說到化妝棉 這麼多人推介它也好 我自己不是特別喜歡它 就覺得不需要買到這麼貴 它的棉真的黏得很厲害 還有為什麼我會選這支化妝水呢 就是我的鼻去到這個情況下 用它也不會癩 有很多化妝水一碰下去就已經 然後這個情況下下一個步驟 我就真的會用Foreo 因為臉又脫皮又乾 一會兒上粉是很難的 所以真的 Secure the UFO Activated Mask 究竟今天臉有多乾呢 就是我剛剛用完Foreo之後 現在已經吸收了 沒有精華在臉上 是不是很過分 然後現在 有什麼做呢 有一個新東西想試 剛剛新鮮滾的 買回來的Karen's提拉虎紋眼霜 我想這個是日頭用吧 因為提拉也應該不是晚上 它有一點點香味 嘩 嘩 質地挺好的 推開之後變成水的 它的味道挺香 而且很容易吸收 怎樣 有沒有提拉呢 再之後就塗防曬 冬天大家一定要試這款2star dust 這款 我很肯定今天冬天不會離開它 它真的是我用過最舒服的一個物理防曬 它是超級無敵好推 然後是有滋潤感的 不是油膩那種 是可以吸收皮膚治療的 之前夏天用 我就覺得可能質地比較滋潤 現在這個天氣用得剛剛好 等我塗上嘴 買Karen's的時候 送了這支Lit Balm 嗯 它很滋潤 也挺有厚度 有一點點香味 沒有剛才那個眼霜那麼香 在等防曬設好的同事 我就先戴Karen's 這個台灣牌子也挺好戴的 它不算很乾 而且很容易戴上眼 等我遮住暗瘡 戴上眼後就是這個效果 它是有放大 但是很自然的 就算不化妝戴 我也覺得不會浮誇 弄了那麼久 終於可以開始化妝了 都一樣是遮了黑眼圈 最近那麼乾 我就打算用這一款的遮瑕膏 雖然它比較厚 但是的確是比較滋潤 這樣就完全足夠了 兩隻眼 這樣拍上眼就行了 然後到這邊一樣都是這樣拍拍拍拍拍拍拍 就可以搞定的了 不需要其他的工具 順便印一印在這顆獨瘡那裡 我沒有拿新的遮瑕膏 剛才印完手 直接印上去 打算遮一遮紅色 粉底我最近有一支新的 是加丹尼爾裸妝氫粉底02號色 這支我現在天氣用是不OK的 是非常乾的 它剛剛上是沒有東西的 很漂亮的 但是過了三四個小時之後 我就浮了出來 因為太乾了 今天我想試給大家看 但是我不敢就這樣用它 我就會加一個油 滴一滴下去 讓它沒有那麼乾 給大家看一下它的質地 其實是很滑的 我本身沒想過這個質地 塗上臉上會乾 可能除了天氣乾之外 我自己又真的太乾了 所以加一滴油在這裡 是差很遠的 然後就用美妝蛋推開它 你會看到非常有光澤感 會好像奶油肌 不是本身的粉底 是因為我加了那個油 如果大家是油肌就不要試這個方法 我真的怕大家會用妝用得很厲害 然後現在這個黑眼圈和暗瘡 我就會再用NAS補多一點 它又是用手拍就可以了 非常方便 現在已經遮好了 還有這一款用來遮暗瘡也很好 它是沒有任何光澤 所以是可以隱藏到的 當然它這麼大顆凸起來 就真的一定會看到的 只是沒有剛才那麼紅已經好很多了 定妝我就用MAKE UP FOREVER 因為最新是它了 我想大家都很想知道 它上面的效果 直接把它印上臉上 你會看到它是透明的 不會說泛白 但是一上了之後 你會看到原本底妝有的光澤 來到這邊就會變成霧面的妝感 就算我鼻翼已經是脫皮損光了 你會看到它沒有任何的裂紋 它是很細的 所以大家都可以很放心地用 在冬天 眉妝沒有特別 我還是填一填一點顏色 我就快速戴它 眼影的部分 最新就是ANATASIA的PALLET 和CHANEL這盒 4色眼影 CHANEL這盒 我還沒寫得整花它的額紋 所以今天還是不用著 所以就用ANATASIA這一盒 你會看到我已經用過了 而且裡面除了眼影之外 還有胭脂的 不舒服還是穩陣一點 先用肉色打底 你會看到裸粉的時候 它是有疊粉的 因為我沒試過這個牌子的眼影 上網很多好評 所以它飛粉這一下 是我有一點驚訝的 你看到下面這裡也會疊粉的 但是它的粉質是很滑 很好滑 然後畫眼線很多人問我技巧 我會覺得打橫 把筆一直打橫 一筆一筆地描出來 就可以了 至於手怎樣定一點 就是練出來的 只要畫得多 你就會定的 之後我會拿這個ROUCH的顏色 在眼線上面滑開它 你看到粉是掉下來的 下面這裡的 它真的飛得很厲害 究竟之前那幾個Soft Glam 那個紋藝復興盤 那麼出名 它們是不是也是會飛粉的呢 然後用一個源頭掃拿這個古銅色 其實用手掃也可以的 但是手掃的飽和度實在太高了 你看到這個顏色很滑的 掃上眼之後這個顏色是很滑很漂亮 完全不會有一粒粒的感覺 如果大家真的覺得眼妝很浮誇 就可以用一開始的掃拿回打底積 掃在眼妝上面 其實就已經可以立即低調了 然後我們拿一個掃 散開剛才眼影的邊緣位置 它就會融為一體的毛膏界線 先塗上睫毛膏 上次說TAS這個會掉到眼皮下面 但是我發現這麼乾燥的天氣用 就沒有問題的了 再用這個胭脂 拿粉的時候不要拿那麼多 它也挺顯色的 這個胭脂色是有一點偏楓葉色的 有大啡色的 所以很適合秋冬天 啊 又是拿得太多了 而今天會用到的打亮呢 就是Colorpop了 這一款的開亮呢 它是Cream狀的 所以是不容易顯紋理 在乾的肌膚 乾的天氣下用呢 就適合了 印三隻手指 然後呢 就用美妝蛋慢慢拖開它 你會看到剛才上了遮瑕膏 或者是這些碎粉 都不擔心 我打亮鼻樑給大家看一下 又容易用啦 你只需要這樣拖一拖 怕不自然的話 用美妝蛋拍一拍它 我手上最新的唇膏呢 是這一支Chanel No.5 Holiday Collection的 157 我猜它跟我的妝應該不配的了 它是比較紫紅 霉紅色 它的質地是超滑的 我就算脫皮也好 你看到是超容易上色 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實力 就算今天我脫皮了 它是完全不卡唇紋 還有會有一個很潤窄的光感出來 是不是很厲害啊 但是配合眼妝呢 我也是加上一點啡色的唇膏在上面啦 妝就化完了 我現在去換衣服啦 是不是完全不同了 看不出我已經鼻敏感了三天 然後整個鼻位是脫皮啦 乾了啦 整個人是超級潮水 是不是一個很厲害的形容術呢 我都沒有想過 我可以在一個溫溫溫溫溫的 Condition那裡完成了 拍片這一點的 給我一些掌聲 那希望大家會喜歡這一類型的特殊 Get Ready With Me啦 在不同的Condition 不一定是皮膚很好的時間 原來皮膚差的時間 我是這樣護膚這樣化妝的 給大家一個參考的 希望大家都會喜歡啦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給一個Like和Subscribe Channel 我每個禮拜都Upload兩條新片 逢星期六更新 和逢星期六更新 和逢星期六更新十二點 我們下條片再見啦 Bye Bye